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沉魚呀沉魚,快高長大,離開千島湖 來到陸地養殖場之後 又到了最殘忍的取卵時間 這間只有十度的加工廠 用的是最傳統的殺魚取卵方法 即是將它們刀刁放血,刀幾血腥 先用刀刮走魚身的殘 一條成熟的沉魚,裏面有超過百萬粒的魚子 用冷水洗兩三次,再放在五度的雪櫃雪一會 切出來的卵子是一大坨 所以要用人手用力把魚子搓出來 再用渡水洗四、五次 和篩走一些不健康的魚子 平時吃魚子醬就吃到鹹味 其實是落年月的 拌好就可以入盒和壓水 為了新鮮,整個過程一定要在十分鐘內完成 多一點都不行 大概一個月左右 等盒裡面的空氣和水排出來 就可以分小鐵盒拿去買 魚子醬除了可以不斷吃 用來煮其他菜式都不錯 好像上海半島酒店一樣 就以海鮮陪魚子醬 大主David選的是千島湖出產 第二級的絲絲沉魚子醬 比起俄羅斯和法國的沒有那麼鹹 不會蓋過魚子的鮮味 而杭州四季酒店 就是全杭州第一間五星級酒店 用千島湖魚子醬 中華國貨絕對是高性價比 而且他們夠近千島湖 打個電話就有貨 保證新鮮了